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凤凰卫视每周台的天天话题 大家会看到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新主义新主厨 新主义是什么呢 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都知道 我们有一档非常知名的节目叫做美食新主义 从5月18号开始我们将改版这个节目 新版的节目我们请来了一位新的主厨 他不仅是主流媒体的一位主厨 同时还是节目主持人 更是一位华裔作家 这就是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张宁 张宁您好 谢谢 那么非常高兴把您能请到我们的演播室里来 尤其是在我们的新改版的美食新主义播出之前 那么我想问您一下 您现在已经是主流媒体中非常知名的主厨了 没有没有 惭愧 那么参与我们这个新的厨艺节目制作 你觉得是否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小节目 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不错 那我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在酒流里面写我的书 做我的电视节目 这次真是很有幸第一次和凤凰卫视合作 你们的员工非常的尽职 而且很专业 我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那您以前一直是在主流媒体 做这个主厨和这个厨艺节目的主持人 那这回是不是第一次接受我们华语媒体的要求 真的是我第一次 我在美国已经做了大概十多 大概我做作家已经有十三年了 那我出了很多书 其实呢 我并不觉得我主要是取义 我觉得我的 我所做的主要是介绍我们中国的优美的文化 给西方的读者 那其实我写的书和文章 比我做的厨艺的活动更多一些 对 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觉得 您做这个主厨和节目主持人 是很光鲜的一件事情 谢谢 谢谢 但是我们提到张莹呢 我在网上查到了她的资料 实际上她是来美国学社会学的 我们知道华人到美国创业 一般都是学计算机 或者是学一些医生 总之是做一些自然科学的职位 那么您为什么勇敢地去选择社会学这么难的学科 其实呢 我从小就是喜欢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那当初来美国所有的朋友都是以前 我在中国是学文学的 大家都去学改学计算机 学医学律师 但是我觉得呢 我对美国的社会和中国的社会的不同 我很有兴趣 而且我从小就很喜欢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是一个很微妙很有趣的事 所以来美国以后我就觉得我应该选修 就是了解东西方文化的不同 所以选学了社会学 最后也获得了很好的成功 我看到了您写的十几本书的这个目录 有一些很明显它并不是写的饮食方面的 写的是中国文化的一些东西 那么您是不是一开始就是写中国文化的书 其实呢 我觉得我在 我有三个我的爱好 一个是我特别喜欢旅行 那我世界各地呢 我经常会去 一年我会有三个月在外面旅行 另外一个呢 我非常喜欢吃 那还有一个呢 最后一个是我特别喜欢小孩子 所以我写的书有喷条的书 然后呢 也有儿童的书 但是如果您看的话呢 我的儿童的书里面呢 几乎都和中国的文化和饮食有关系 像什么 story of paper story of noodles 筷子的故事 然后面条的故事 story of chopsticks 跑掉的年糕 那这些书 如果大家在美国 其实哪一个城市的图书馆都能找到我的书 在就是美国儿童里面 已经非常的受欢迎 我现在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十四本书 在美国那个大的出版商出版了 那现在我有六个出版商出版我的书 因为我每年的话 一般 我现在这几年平均是两到三本书 我可以出版 那应 我也问一个问题啊 作为我们华人 我们来到美国这里 应该算个外来者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外来者 如何通过自己的奋斗来进入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 像您一开始就写英文的书 在主流媒体出版 如何能做到呢 其实呢 我觉得真是像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 是在乌兰市 只要有新人 所以我当初其实一直到现在 我其实我的那边 美国有很多很多的作家 竞争力其实是很大 但是这几年呢 你会看到很多很优秀的华人作家 在美国很成功 而且呢 华人作家的作品呢 受到很多很大美国那个媒体的关注 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从小的文化给了我们很大的受益 那我觉得比方说你看 我现在经常被邀请去教美国人怎样写作 那我觉得呢 我们中国的那个文化给我最大的帮助 是我们的那个structure 结构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很容易的是 我觉得我们上小学就知道怎么样去结构怎么样 有个开头 有个故事中间 有个结尾 但是这个对美国的读者很难 那文化呢 语言当然我是用第二语言写 那个是会有些困难 但是久了以后呢 这个那编辑它可以帮你修改 但是多半到目前为止 这个是很容易克服的问题对我来说 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很新颖的那个题目 那我觉得我真的是 我所写的都是把我们文化饮食结合到一块 那一般的这个我觉得这样的故事 只有我们中国的作家才能写出来的故事 所以很受美国的那个主流的欢迎 的确 你写的这些书的这些书名 就让人非常感兴趣啊 谢谢 谢谢 那好 再说到饮食啊 您刚才说您是因为喜欢社会学 我们知道社会学实际上就包含饮食男女这个成分 对 对 您同时呢又喜欢吃 喜欢做饭 那么是什么机会让您想到 去做那个饮食的节目 写饮食的书 其实这个很有趣 是我在大学教了八年的书 教了社会学 那后来我儿子出生以后呢 那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我有那个运钱反应 不能吃中国 不能自己在家做饭 所以呢 我先生就整天到外面去跟我买外卖回来 我体重增加了很多很多 那完了以后呢 我儿子生产完了以后 我自己做饭 我体重减轻以后 我那些美国朋友都来要跟我要那个 那个recipe 都要来菜谱 那我那时候其实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 我们中国人做饭从来不用菜谱的 那后来久了以后我就在想 我应该写一本书卖给他们 省得我整天这样子给他们菜谱 所以这样就开始了我的第一本书 那个健康就是 Fat Free Chinese Cooking Fat Free Chinese Cooking 那那本书出版以后很受欢迎 还出还没有到书店已经卖了 已经那个出版商福音了第三版 而且纽约很多大的报纸啊 电视台都报道了 那从那以后呢 我觉得 这也不错 儿子已经在家 那我也不想出去上班 我就不用担心他生病 要请朋友来帮着看孩子 所以我就在家开始写书了 那完了以后呢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到 儿子这么小 我应该教他中国的文化 所以那样就激起了我的兴趣 来写那个儿童的故事 看来这个一个成功的母亲 外加一个成功的作家 哦 谢谢 谢谢 但同时呢 做饭也做成了一个成功的主厨 和成功的这个厨艺节目主持人 那么说到厨艺节目 我想过多地问您一下 您现在这个做饭方法都是讲究健康的 所谓健康美食 健康之中国食品 快 很健康 对 但是跟传统的中国食品 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 我觉得我还是激起了 我们传统中国食品的精华 那我在想呢 我们在我写那些书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传统的 我们中国其实很这样做 食物的饮食 阴阳的那个冷热的搭配 但是呢我们传统的中国做法 确实不是很适合美国的 当前的社会的杰作 因为花很多时间 那我老是在想呢 就是以前妈妈要在家请一个客人 她要在家准备三四天的饭 那我现在我特别的忙 就像大家一样平常要上班 很多女性都是工作母亲 那我在想 我怎么样能把我们中国的精华的文化 介绍到美国的读者 同时呢把美国社会的 饮食的精华来和结合在一块 所以我的饮食比方 如果大家看我们的那个秀的话 就知道 我不会说几汤匙的那个 酱油什么生粉 那我就是很随意 我觉得烹调其实是一种艺术 艺术 而且是一个很能让自己身心放 就是放松的机会 所以大家可以只是说 随意然后创造 像一个每一次做出来的 我都会有点不一样 那就是说实际上 你把烹饪看作一种艺术 实际上当这个艺术品完成的时候 自己也很有一种欣慰和满足感 对 对 在这个同时呢 我注重了健康 然后一个就是简单 简单和健康 而且你看平常现在 我们以前的中国其他的cooking show 很多都是专业的厨师在那里做 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 有点渴望不可及 他们那么多的调料 那么多专业技术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大部分的 你们的观众 我的读者 美国的读者 都是我们一般的 就像我一般的妈妈和妻子 平时还有自己的事业 那我就想我怎么能让大家知道 其实并不要花那么多时间 不是那么可怕 谁都可以到厨房里面去 做又好吃又健康的菜 对 不用管它是哪个菜系 对吧 那么最近社会上也在议论纷纷就说 中国菜实际上它是高脂肪 高糖分 高盐分 那么您觉得您的做饭的方法是 跟这种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我因为这么多年在美国 我在美国很多杂志上有我的专栏 那我主要写的就是健康的文化 其实我觉得以前我们中国最健康的食物 是我们中国农民那时候吃的 五股杂粮回归自然 那现在其实这一旦你要看的话 如果那些医学报道 我们华一在美国的那个癌症上升 心血管的病还有小孩肥胖症 很多胖胖的第二代的小朋友 那其实都是跟我们在因为在美国那个 跟我们华人的饮食习惯有不可分割的 我觉得不关系 而且是因为在华人现在确实是太多 美国的junk food 你同时你也不能 比方说我们以前在国内 我们一年也难得喝的一个天 好 我们暂时打断一下 听听张盈会给您介绍什么样的健康食品 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好 欢迎回来 现在在我们演播室的是 我们美食新主义未来的新主厨张盈 那么张盈 刚才我们在前一半节目时间里说到 您会推荐什么样的健康的中国食品给大家呢 一个是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想到回归自然 吃那个植物 不要说不要吃带装的食物 总是青菜 我们从organic就是自然生长的食物 同时呢就是绿色 多吃绿色食物 少吃肉 另外最主要的多运动 这是简单的三句话 那如果照您的这个标准 首先我知道超级市场里那个冷冻柜里的所有东西 我都不应该选 冷冻柜的东西是可以吃 但是呢只是应该少吃 如果大家有时间应该真正的多吃青菜 还有不要这样我的秀 我会讲到如果有机会的话 试试那个糙米不要吃白米 因为那个糙米的话 它的那个可以fiber 那个纤维可以帮助肠胃啊 比方说它的那个可以帮 如果女士要减肥的话 那个体重就是那个fiber就是比较 对体重减肥比较好 对那我们中国人老是强调有一个概念是 宁吃飞禽四两不吃走瘦一斤 对 就是说我们要优先选择海产品 然后是禽类 然后才是肉类 是这个顺序 对对 而且应该学会呢 我觉得很多我的中国朋友 他们很少看那个包装子的配料 这个一定很重要 这是很重要的 我在我的秀里面呢 我一再提到 你同样是那个 比方说你吃墨西哥饼 那个totilla 它有不同的包装 有不同的配料 有的就要比那个另外一种 要健康的多 所以大家呢 您希望观众多多的开始 教会自己去看那个食物的表 成分表 成分表 对 成分表 好 刚才我们说呢 您在电视中做这个cooking节目 那您做的那些饭 都是根据您自己对健康的理解 把它们搭配 把它们做出来的 对 那有没有这个比较传统 比较保守的这种中餐的厨师 给您抗议呢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还没有 对 因为我的主要是 我是把我们的中餐的简化了 同时来保持到它的原来的美味 然后又省了时间 我真的这个 我的那些菜呢 确实是针对主流的 就是大家很平常的妈妈 或者工作的女性 在家里可以随便 可以每天回来 可以自己可以下去去做的 我看过您的节目 您在这个中国猪年开始的时候 教大家做了一道菜 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 看起来是非常满足 中国人强调的那个色香味 味全 但是我没有照着去做 那你觉得中国 它原来有很渊源的历史 我们做菜是分菜系的 有些菜系 它是特别强调 很甜 很咸 或者说所有的东西都要过重油 都要过重油 油炸的 对 你对这些做法吃什么看 我觉得呢 那个可能我们当初 我们的菜系被发展的 当初发展的时候呢 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每天没有车 我们会要走路 我们要去农田里面工作 那现在我们到了美国 现在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 所以同时我们一定饮食要改变 如果说我们每天还吃那么多盐 吃那么多糖的话 我们肯定会 体重会增加 高心血管会有病 因为很多 现在我们都是以车代步了 除非说你 自己也是make effort 你去走一走 平常运动 去成精的去锻炼 锻炼 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 刚才我们说到呢 您在主流媒体已经是非常知名了 各个电视台都请您去做这个饮食方面的节目 那我看您呢 好像也在代言一些产品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雀巢的这个美籍来做你的代言产品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 我这么多年有很多的公司 美方和中方的都会要求我做代言人 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才答应了两家做他们的代言人 一家是美籍 一家那就是那个茶 绿茶的公司 叫Sereso Tea Company 因为我对我的生意我特别的小心 而且我觉得我要做一个代言人 我一定要非常相信这个产品 热爱这个产品 我不能就是说为了利益来做代言人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选择的比较严格一些 那我喜欢美籍 是因为我觉得美籍的产品 真的能够帮助我就是构思我的这样 又简便又健康的中国饮食 因为它的所有的调料 都是非常的能够帮助我 很快的能够到厨房里面去做一个很 又好吃又漂亮又健康的食物 那就是说适合现代人的这个生活模式 对对对 那您代理的另一家产品 这个绿茶我觉得也很合您的心意 您曾经写过相关的书 绿茶和做菜 用绿茶做菜 好像这本书很受欢迎 对对这本书上过很多 做了很多电视 现在做了很多很多美国主流媒体的那个 关注很多媒体都报道过 真是很有意思 我觉得一般人去理解您 那可能会先理解您是一个 Cooking Show节目的主厨 随后才去想象您是怎么去 接着去写书 但是我觉得好像您正好是反过来 先去写书 然后才去研究这个饮食 那么你看 这回我拿到您最后这个 最近要出的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装真到它的内容 一看这明显不是一本菜脱 对对对 对啊 这是一本小说 这本小说我花了六年才写出来的 花了六年才写出这本小说 那我当初呢 这本小说在写了第二年 其实就有两家美国出版商要买了 但是我当时我觉得还不是很完美 所以我一直没卖 到最后一年半前 我的那个经纪人去卖的时候 有五家美国出版商都出了 就是有一个他们有一个竞争 最后我卖到选中了那个美国一家 比较非常有名的那个Holt 我就跟他那个Henry Holt 那你看从这个书名上看 Revolution is not a dinner party 这个Revolution您用的大写是指的 我们大陆的那个文化的文化 对 这其实是毛泽东的一个代言 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那您看其实我所有的书 食物都是其中的一个主题 那这本书其实食物也穿杀了整个的故事 对 是写我在中国武汉 从小长大的经历 没有任何政治性的成分 因为一想到文化大革命 那往往都是写一些政治性的话题 我觉得以前的文化大革命的书 都是商行文学 但是我觉得我这本书的主要 是一个小女孩成长的过程 其实跟我当初自己在武汉成长的过程 就是很相像 但是我把它小说话了 那我觉得我这本书主要突出的是 一个小女孩从一个很交换 在医生家庭生长的小女孩 怎么样成长成一个 就是比较strong 比较independent的女孩 比较强 比较独立的 对 对 对 谢谢 同时也讲到了 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并不都是商行 同时有就是比较阴暗的一面 但是同时我主要是突出的 能与能之间的温情 大家怎么样在艰难的时机互相帮助 同时那个父亲 我父亲其实也 其实主要是写了我的父亲 他是一个外科医生 他怎么样在被抓进监狱后 以后同时在那里面 还在寄出的治疗那边监狱的病人 而且出来以后对那些惩罚过他的那些 那些人 同时还给他们同样一个医生的职责 去治疗他 我从小就觉得我父亲这一点很伟大 就是很尽职像一个医生 他总是说 如果他们躺在手术台上 我要对他们一视同能 因为他们都是我的病人 是 这是医生的准则 那么从这本书开始 您是否就要把自己的生涯 放到这个写小说的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 我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我当初这本小说 卖出去的时候 那个出版商已经跟我签了 两本书的合约 可是呢在这之间呢 我上一个月又有一家出版商 跟我签了一个喷条书的合约 所以我现在还正在想 我是应该写喷条书呢 还是写下一部小说 还没决定 同时我现在还有好几个 那个电视节目 马上还要做一个 完美的签书的活动 所以我现在还不知道 下一部要该做什么 那我们希望您 因为您现在已经是主流媒体 一个非常成功的主厨 也就是厨艺节目的主持人 那么我还是希望您能继续 做这一行做下去 一定会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 那我想我如果吃这么多 我不健康地吃 我可能很快就会长得很胖的 对吧 所以呢我吃肯定是不会 不会那个主厨 如果就是写饮食这一部分 肯定是不会丢掉的 我会继续写下去的 那我们听说您这回接受我们凤凰卫视的 邀请来做我们美食新主义的 这个主厨和节目主持人 那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您为什么会选择我们来做我们这个节目的主厨呢 因为我觉得对中文其实媒体了解的很少 但是从我所知道 我觉得凤凰卫视是最大最 就是很最professional的一个中文台 华文解体 而且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对吧 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我们做文化 我们做饮食应该就是纯的文化饮食 而且你们的员工跟你们合作过以后 我真的是觉得我选择对了 很尽职尽责 非常的professional 真的 那也希望您的这种健康的饮食观念 和健康的饮食的烹饪方法 能够得到我们观众的极大的认可 我希望这样 对对 我们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 给您提供这个展示您厨艺天赋 和其他天赋的机会 谢谢 那么同时我也想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从5月18号开始 我们美食新主义呢 就会请这位新主厨给大家亮相 我们也希望他带给您的是健康的美味 好 感谢您收看天天话题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